白厄纪时期的北美洲有多少只霸王龙 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 因为霸王龙化石形成的速率我们是不知道的 也许大家听过类似的描述 动物变成的化石几率是百万分之一 这是在谈古生物时经常见到的一种说法 但是它只是一个比喻 用来形容形成化石非常的困难 并不能用来精确的评估一个物种形成化石的速率 就更别提去逆推种群的数量 那既然化石不能直接推测出霸王龙的数量 有没有办法绕开它 想要解决这个难题 就需要利用我们对现存物种种群数量的了解 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普世性的规律 1981年 在研究步入动物种群密度和体型关系时 约翰·达茅斯就发现 动物物种的大小与其当地的风度之间 似乎存在着反比的关系 简单的说 就是物种体型越大 它们的种群密度就会越低 这其实很好理解 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 能提供的食物是有限的 物种体型越大 那么能养活的物种就会越少 科学家们根据现有的众多种群的数据 就推测出了这个规律背后的公式 这就是达茅斯定律 公式左边的这个Row呢 指的就是种群的密度 M则代表物种的质量 B是-0.75 关键的就是A所代表的这一块 它受两个因素来影响 营养水平和生理情况 通俗点就是你是吃素的还是吃肉的 以及吃了一斤之后能胖多少 这很关键 在相同体重的情况下 食草不如动物的种群密度 是比食物动物要高出约35倍 而爬行动物的种群密度 比不如动物也要高约30倍 前一个问题实际上很好解决 我们都知道 霸王龙不是吃素的 关键是在后边 霸王龙吃一斤恐龙能胖多少呢 这肯定没有办法直接去问它 只能设定一个上下线 来间接估计出霸王龙增重的大致范围 随着对恐龙体温等一系列特征的认知 我们已经相当确认 霸王龙是个温血的猎手 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卡住上下线 一头卡在兽式的不如动物身上 比如说狮子 另一头可以给类似科莫多龙的这种大型巨蟹 长同样多的肉 科莫多龙它们只需要消耗 肉食不如动物所需能量的22% 可谓吃的少 长的快 好养活 至于霸王龙的体重 今天就不详细聊了 这个不成问题 已经有很多相关的研究了 做好了这些铺垫 我们就可以来算一下 在同一时间内 北美到底有多少霸王龙 在95%的这些区间内 霸王龙的数量在1300到38000之间 中位数为2万只 这就表示 在霸王龙存在的那些年代里 地球上每时每刻 大约活着约2万只左右的霸王龙 那霸王龙活了多久呢 最少120万年 最多不超过360万年 我们取平均240万年 那一只霸王龙平均能活多久呢 大约19年 用整个时代处于霸王龙的寿命 我们就可以得出 整个霸王龙的王朝 大致延续了12万7千代 最后呢 做个乘法 12万7千乘以存在的2万只 就可以知道 地球上曾经生活过的霸王龙 大约有25亿只 这是一个远比化石记录 要丰富太多的石肉王朝 平均下来 每8千万只霸王龙 仅会留下一个化石 由此可见 地球的记录 那是相当的吝啬 最强大的陆生石肉动物 也不能例外